战狼2改编自军事题材小说《大狠》 战狼2大火那么其对应的小说自然成了一个大IP 所以电视剧化自然也就势在必行 随着战狼2票房突破50亿大关之际 一届传出电视剧版战狼即将开拍 总制片人喊号表示 军旅题材即将迎来好时光 《大狠》的IP我们早在去年就购买了 其实去年军旅题材还不是特别热 做这样的布局也是一种潜瞻性考虑 目前来看无论是古装、选换 还是都市题材的作品 统治性都很强 我们想做一些差异化的尝试